平常生病,如果不严重的话,很多人会凭着自己经验去使用药物,虽然说病要及时地治疗,但盲目乱吃药并不利于身体健康,反而可能会慢慢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,导致身体抗病能力不断下降。 以下三种药物一定要谨遵医主服用,一,抗生素,很多人一感冒,发烧就喜欢用抗生素,但头包,阿莫西林,青霉素等抗生素,虽然能够杀菌,但不分好坏,可能杀死肠道有益菌,进而导致身体失调,免疫细胞活性下降。 长期滥用抗生素,还可能提高体内的细菌耐药性,等到有一天抗生素对体内的细菌起不到作用,最后会变成无药可依。 二,糖提制激素类药物,在医药领域,糖提制激素类药物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,然而其副作用却不容忽视,可以说是双刃剑, 长期不当使用糖提制激素类药物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。 因此严格来说,不能长时间大剂量服用。 在某些需要长期服用糖提制激素的疾病中,需要维持适当的剂量。 然而,由于糖提制激素类药物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过敏作用,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依赖,导致一系列副作用,如胃肠道出血和严重的骨质疏松等。 因此,在使用这类药物时,应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,以确保安全有效。 三,阵痛类药物,止痛药虽然可以缓解疼痛,但长期服用会损伤人体免疫细胞,导致免疫力下降。 因此,在出现身体疼痛的时候,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,根据医主用药治疗。 虽然布洛芬是一种著名的止痛药,但我们必须注意使用方法,听从医生的建议,不要滥用,否则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。 毕竟,止痛药在短时间内有效,而且不可能找到疾病的根源并跟除它。 止痛药虽然可以缓解疼痛,但长期服用会损伤人体免疫细胞,导致免疫力下降。 因此,在出现身体疼痛的时候,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,根据医主用药治疗。 总的来说,以上这些药不是不能用,而是不能滥用,用的时候一定听从医生的建议。 而日常想要保持良好的免疫细胞活性,除了坚持健康饮食和运动外,情绪也和免疫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提高免疫细胞活性,而消极悲伤的情绪则可能抑制免疫系统,降低免疫细胞活性。 所以,老话常说,笑一笑,十年少,也是有一定道理的,平常多笑一笑,少钻牛角尖,也是保持健康身体的一个必要条件。 此外,进入老年期后,各个器官开始衰弱且抵抗力弱,难免会有多种疾病缠身。 患有疾病时必须用药,但老年人的肝肾功能有所减退且排泄速度慢,亦出现不良反应或中毒。 所以,老年人用药时一定要注意。 老年人用药的禁忌有哪些? 一、不能滥用和过量用,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尽量少用药,避免不明原因就随意用药,不仅仅引起不良反应,反而会延误最佳的治疗时间。 另外,老年人用药尽量要有所减少,一般情况下可用成人剂量的百分之五十。 二、禁忌种类太多,用药越多,带来的不良反应就会越多。 还有老年人的记忆力差,多种类型的药物一起吃,亦出现物服和多服,一次性吃药尽量不要超过三至四种。 三、禁忌服药时间过长,老年人的肝肾功能有所减退,对药物和药物代谢产物滤过滤有所减少。 若老年人用药时间过长,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,需按照医生嘱咐减量或停药,特别是毒性比较大的药物,需掌握好用药时间。 四、禁忌用天方和秘方,很多老年人会出现有病乱投医的情况,听信所谓的祖传秘方或偏方。 其实,秘方和偏方没有经过验证,没有任何的科学性,不仅延误病情治疗,反而会导致药物中毒。 另外,也有一部分老年人看别人用某种药物效果好,会自行去药店购买,反而会让病情越来越严重。 五、禁忌滥用补药,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辨证用补虚异气药,但不能盲目滥用。 另外,也不能长期用同一种药物,这样会产生抗药性,降低其药效,甚至会对药物产生依赖性。 六、禁忌依赖安眠药,长期滥用安眠药可引起头痛、头晕和跌倒以及不太不稳。 同时也会形成药物依赖性,对肝肾功能带来损害。 尽量以非药物疗法来治疗失眠,严重失眠时需听从医生建议,选择毒性比较低的药物。 另外,也不能滥用激素类药、抗生素和维生素等,这样会产生不良后果。 温馨提示,老年人必须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, 用药前仔细看一看说明书,了解其禁忌症和适应症,同时要注意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。 用药时尽量从小剂量开始,慢慢地延长给药时间间隔,这样能避免产生耐药性。 同时掌握好药物的治疗进度,一些小疾病感觉症状有所减轻后要及时停药或减药。 另外,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几率越来越高,更容易化心脑血管疾病, 那么就会服用各种药物来稳定病情,但是如果用药不当的话,居然会导致中风,这是怎么回事呢?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,老年人服用哪些药物容易导致中风? 药物一,利尿药,老年人服用双清克尿色和塑尿等利尿药,就可以治疗水肿,能够缓解症状疾病。 但是老年人在用药的时候,如果剂量过大,就会促进尿液大量地排出,会导致体内水分大量地丢失,最终就会引起血液浓缩, 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发生堵塞而引起中风。 特别是本身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,如果长期服用一些滋补品,比如人参等中药材,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发生破裂,最终会导致脑溢血的发生。 药物二,降压药 相信大家都知道,老年人患高血压的几率是相当大的,患上高血压之后,就会经常服用一些降压药来稳定血压。 但是在服用药物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多种药物联合使用,因为这种服用药物的方法是极其危险的,虽然能够快速地降压,但是会在短时间内导致血压骤然下降。 那么就会引起动脑溢硬化的基础上,再出现宫血不足的现象,导致脑部血管血流缓慢,血液容易出现凝聚的症状,最终就会诱发缺血性脑水肿。 药物三,猝凝血药 因为老年人容易出现一些出血性疾病,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用止血敏和安落血等猝血的药物进行止血治疗。 但是如果过量使用的话,就会导致血栓,更容易出现脑洞脉硬化,特别是本身就有血脂偏高的老年人,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脑促重。 药物四,解热阵痛药 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,更容易出现感冒发热的疾病,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用一些阿斯匹林和热系痛等药物来退热。 但是大量使用这类药物的时候,就会导致病人大量出汗,会引起体温居然下降,同时还会伴有呕吐和腹泻的症状,就会引起严重缺水症状发生。 老年人本身身体素质就比较低下,再加上疾病的困扰,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差。 所以,在用药的时候,应该特别小心谨慎,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,千万不要过量服用药物,也不能够盲目地增减药量,只有合理的用药才能够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,而且能够避免中风等意外风险发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